大家好,我是福来 今天研究的是一道豹菊腐皮卷 荤素搭配,口感非常好 选用的这款腐皮是经过油炸以后 再用清水来浸泡,让它变软 这种腐皮的含度量是百分百的 没有加入其他的粉类 所以它的香味很浓郁 加入的辅料有木偶 先用清水把它泡开了以后 再清洗干净,然后切丝 加入木偶的好处 就是让它在盛菜时的口感更有盛气感 还有一个就是白萝卜丝 切好了,加入适量的盐 再把它抓拌均匀 将里面的水分挤出来 再用清水来冲洗一遍,滤干水分备用 这个就是刚才浸泡的腐皮 经过浸泡以后,它会变得很遥远 但不会烂 这个时候就要把它切成方形 长宽,大约20公分左右 接下来的这一步就是把刚才备好的辅料 放到一个盘里面,调一个馅料 还有一个就是五花药 把它剁成肉馅,里面可以加入一定的香菇 还有马蹄之类的 调味的时候只需要加入适量的盐,糖,胡椒粉 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它搅拌均匀 在蒸汁的时候就不会松散了 但是在包卷的时候也是很讲究的 一定要把两面把它封起来 然后再推紧它 在蒸汁的时候里面的馅料就不会爆开 包好了,再把它放到蒸锅里面 用大火蒸它八分钟 取菜的特点不散和不弱气 而且口感好,老少皆宜 时间到把它取出来 在上桌之前再给它淋入适量的鲍鱼汁 这样一道荤树搭配的腐皮茄就继续完成 它的味道如何?要品尝了才知道 这样看上去,可以说是一道硕香味俱全的手工菜 很入味 里面的乌鱼丝和萝卜丝还带有一种爽脆的感觉 鲍鱼汁的鲜味十足 如果没备有鲍鱼的也可以用蚝油 这些都属于是手工菜 在家里面都可以操作了 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尝试一下 然后开始打招呼 我们开始打招呼 一半